欢迎收看侦探的白夜极光平民低配攻略 今天我们来打艾雷亚梦境 梦格重连杜剑哥的EX6关剑无 在我看来啊 这关绝对是重量级中的重量级 数值是大于极致的 想过这一关要么得有很高的练度 要么得有足够多的对口光量 这一关我采用的是一个三个六星的阵容 其中童谣作我认为应该是很难替代的 毕竟它是最强CNC对单 然后练度的话基本上系统练度就可以了 当然能否过这一关只影响一个纪念章 并不影响你拿到艾雷亚的皮肤 算是有一点挑战的意思在里边了 这个梦境的持续时间还是很长的 有两个月 足够你做出来一个童谣作 但如果真的实在打不过的话 你直接扫当EX4或者EX5也是没问题的 第一回合其实并不是很复杂 只需要在先走15格之后 再去走boss身边上下左右的4格就可以 这样可以把伤害打满 因为这个怪确实特别肉 就算是我这个阵容 也只能卡在最后一回合打完 当然如果你的弥加德普律码是一破 童谣作是一破或者满破的话 再或者你的某些光灵升到了80级 那么这一关打起来会轻松许多 然后第二回合我们先转色 转色要保证在尽量打到小怪的同时 用最后几格绕着boss走一圈 我说实话这一关的难度其实并不止于boss的高血量和高防御 还有这一关的通关条件也很苛刻的 只有在同时击败boss以及击败15个弦箭剑气的时候才能算通关 而且这个boss它是不止百分比伤害的 所以刚才刚拿到高光的西卡蕾就立刻上不了场了 因为伤害根本就不够 而且这些小怪还会分走童谣作的单体伤害 所以我们把童谣作放在5号位 这样可以更直接的把伤害灌到boss身上 好第三回合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点 首先用艾洛拉技能来打一下这个剑气 然后呢米亚德技能好了一定不要用啊 这回合的关键在于在打完boss一圈之后 千万不要停留在他周围一圈的范围内 因为这一回合他要使用一个化地为牢技能 同时在结束的时候 我们要离这个场上的机关近一些 因为在第四回合 我们要利用米亚德的位移技能来踩机关 为我们争取到一回合的宝贵输出时间 你看在这里boss就直接化地为牢 那周围一圈全是大屏障 这里直接用米亚德技能 位移到机关上把屏障解开 然后直接开启转色技能 我们的核心是兼顾boss和小怪 把他们一起围着打 按照这个出手顺序 童谣作的技能是可以稳定命中boss的 所以不用太担心 另外有的时候boss会自己踩在机关上不让你踩 或者用剑技把自己给挡住 这种情况都是随机出现的 一两次的话还好 但如果出现了三次 那我觉得这把可以考虑重开了 这个boss移动的随机性 也是EX6这关的一个核心难点 对于这个我也是没有什么办法 唯一的建议就是多试几次 这关的节奏还是很快的 到了第五回合 直接对boss释放里电人技能和童谣作技能 然后转色还是按之前的思路 兼顾boss和小怪来打 这回合boss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自己就站在了这个机关上 对我们肯定是有影响的 但是还可以接受 我们这套阵容的伤害肯定是不缺的 就只要注意能稳扎稳打就可以了 但是在对boss真相出手之前 还是要走尽量多的格子 这个普攻的伤害差距还是很大的 当然如果你有旋击 但没有普利马的话 可以考虑把旋击当成队长 和米亚德对调位置 在弹效丰盛之间呢 我们直接来到了第六回合 在这种怪比较多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先开普利马技能 打一个群体消耗 然后再用埃罗拉技能打boss 造成了8万多的伤害 效果还是很可观的 然后转色的话我们还是老样子 不需要考虑那个机关了 直接最大火力打伤害就可以了 现在距离本关要求的15个剑气 还差4个剑气 这里我们就尽量先绕着残血的剑气来绕位 争取把这些弦电剑气 连同boss一起带走 当然啊 如果你完全照着思路打 而且没有出现太多意外情况的话 那么你的伤害绝对是完全够的 那么本期的梦境攻略 也终于迎来了完结 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 如果这期视频帮到了你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我是侦探 白夜极光资深玩家 期待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